高山小香薯 香甜软糯 又糯又甜 挺好吃的 小小若叶 年产过亿 沿着这个路走上去 两边都是这个地方 都是都是 它生长在阴湿的地方 72岁玩直播 这位猕猴桃爸爸争吵 今天的节目 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省离水市岁昌县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浙江省离水市岁昌县的菜园香 这里群山环抱瓜果飘香 像猕猴桃啊 小香薯啊 都生长在这片大山之中 您看我身后现在聚集了很多的人啊 他们马上要开始的呢 就是小香薯的开发节 那既然到了这儿呢 我们也一起去参与一下 岁昌县菜园香 小香薯开发节正式开始 菜园香位于岁昌县西南部 距离县城50公里 隐于群山环抱中 森林覆盖率达到90% 平均海拔超过800米 高山之上光照充沛 昼夜温差大 为这里的小香薯积累了更多的糖分 现在正值小香薯丰收季 开挖节的举办为这里增加了不少人气 为了活跃现场气氛 体验丰收的乐趣 开挖节上第一个环节 就是先来一场 挖香薯比赛 比赛规则就是限定五分钟 表人一组 大家在五分钟之内 看一下隋挖的小香薯最多 俩人一组 五组成员各显其能 有大有小小的也没问题啊 是吧大叔 都可以嘛大叔 大叔就酷着刨了 根本不再理我的 特别的执着 您快刨 快 快 你们怎么那么多 你们怎么那么快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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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我看看 咱还可以啊 你看 咱不行 那边两框了 看 这是我们刨的 这好沉呢 我们刨到差不多一相伴 你怎么这么多 得 第一了 你这第一了 走 去撑吧 那边还有一框咱们的 看这就是我们五组的 劳动成果啊 来咱们赶紧过一下创 看谁是第一名 这是我们的吧 对 这多少呀 24.5 这都看不清 哎呀24.5 看不清 太亮了 十倍 能看清吗 看不清 你手拿开完全看不清了 哦 24.5是吧 对 来来快 下一个呢 哎 我帮你看 我帮你看 这是我冠军的 哎呀 31.4 这是我们冠军 冠军的 这个是 我们的记者取得了第三名 然后全部他们由他们收购 跟他们签订 今天过来跟他们签订协议 开挖节上也来了不少收购商 小乡所呢 现在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为什么呢 现在在生活品质越来越高 那么为了健康各方面的因素呢 那么接下去 可能量还会进一步的扩大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 自己的发展这些农户 在种植这个小乡树 他们有多少 我们就收多少 在小乡树开挖节上 除了有开挖体验 还有生产技术指导 和现场品尝环节 来我也尝一个啊 我来尝一个啊 很好吃 我来尝一个啊 这个皮儿啊真红 这比其他那个要红 你看一包就下来了啊 一包就下来了 看甜不甜啊 很糯啊 很甜 挺好吃的 自然的一种口感 小时候的味道 特别是在我们的现场吃 我感觉味道十分的自然 浑然天成 也不高 如果回到自己老家种植 既盘活了家乡闲置土地 又丰富了家乡农业产业结构多元化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双丰收 说干就干 他从渠州市甘暑研究院 引进原种 利用原本闲置的荒地 开始了势种育种 别人都说你这个地方你种不起来的 你不可能有收获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觉得它这块地 我们这里叫肥和瘦 这块地 他们觉得这块地是很瘦的 它不适合来种任何植物 没想到罗素瓶第一年市中 就相当成功 到收成的时候 他们都说惊呆了 都说没有想到 你这片地还能种出品质这么好的小香树来 收成多少当年 某产的话 1500斤到2000斤左右吧 卖了多少钱 8块钱一斤的 那当时你的一亩的收获就一万多吗 对对对 在种植技术上 罗素瓶也是找种植专家 多方取经 获得了一些非常好的种植方法 有剂肥打底之后 在高齐龙 对高一点 对高一点 那有什么好处呢 对高一点 像我们小香树长的话 它就往下长 长的形状要好 出来之后就是长枝条 那如果不是这么高的种的话 那它就会长成什么形状 各种形状都有就会有 是吗 种的时候我们这样是横叉的 让它多个节都能 多个节在土里面 就能够每个节都能长小香树 这样子呢 能够征收 产量能够上来 那产量能提高多少呢 翻一倍吧 翻一倍呢 高海拔环境优 这片小香树基地 全靠无污染的山泉水灌溉 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 品质更优 这样拔一下 看 拔一下 一拔就拔断了 不行不行 还得刨 然后这里挖出来了 这些都是 对这些都是 你看 就这么一个 一根镜上的 是吧 这还有 是的 还有 这边还有 还有 然后这样子 它都是向下长 都是这种 向下长的 这样子的话 调形就好一点 对形状都很好 这太阳光一照下来 很纯的紫色呀 太美了 这颜色 看着都特别有食欲 是的 来 掰一口尝一下 里面是黄心的 黄心 还留着那个 白色的汁水 生的时候很脆 但甜度够 很甜 对 2022年 罗素平免费给农户 提供种苗4万株 带动周边乡镇150户 进行小香树生产加工 现在 岁昌全县已经有五个乡镇 近二百户农户 种植小香树 全县种植面积已有一千余 年产值超一千万元 这里都是帮它 都是弄 那是小红树 这些东西 一年两三万块钱 以前我们 这里的地都是黄的 黄地了 现在他们开出来 种这个小香树 我们向我们老龄家 反正没事干 来帮它种一下 管理一下吧 都挣几块钱了 现在这样我们都很高兴的 一年都可以 多两万块钱的修路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岁昌县的安口乡 在这片深山之中呢 藏着一种野生的叶子 被一个人看成了商机 在全县呀 把产值做到了一亿元 这种野生的叶子 叫做若叶 是用来包粽子的 岁昌县野生若叶资源 很丰富 湿润的空气和优质的水源 孕育了绝佳的品质 尹冰从事若叶加工 十几年了 就是他把便宜的山野叶子 卖出了一条产业链 那我们现在呢 就跟着尹大哥一起去 上山采若叶 看看这个若叶 到底生长在一个 什么样的环境中啊 我们带的工具也非常简单 我跟他说怎么没有框 然后尹大哥说 只用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是怎么来操作的 这个就是把它 我们采来了一张一张 这样绑在身上 绑在身上 这样塞进去 塞进去 塞到一个 一个十来斤的 圆圆的一捆 我们就把它绑起来了 绑起来 一贴采个十来捆 就跳回来了 那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自己做的 自己发明的 自己的 这个挺有意思的 那行 那咱们走吧 好好好 来看看有点石头鹿 那它们上来上去的话 也是 下雨天就更不好走了 基本上7月1号 就开始采了 一直能采到什么时候 一直能采到 11月1号左右 这边都是吗 这个就是野生的路 这个就是啊 杆很细 是吧 这个杆很细 就是这么一个杆 你看看 很细很细的 那整个沿着这个路走上去 两边都是这个 都是都是 它生长在阴湿的地方 这条路都是老百姓 自己走出来的吧 是吧 有点怕啊 老百姓这个路还要调一百多斤叶子来 是啊 这太 太危险了 我感觉 我们的设施也是举步为奸啊 小心小心 帅哥 小心 你小心 好 好 我们摄影师差点摔了 看看 现在不上去 可以了吗 可以了可以了 这种就是新鞋的 今年的叶子 哦 那这这张是老叶子呢 这怎么能看出来呢 这个很老的多的 你看 不一样的呢 一摸就能摸出来 一摸就摸 我们老百姓一摸就摸 你们是不懂的 我看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 我看这两个叶子几乎是一样的 对啊 这棵叶子像个 像这个就采去包种子了 来 给我们看一下新叶子 哦 这个新叶子啊 这两张都是老叶子 我知道了啊 它这个老叶子 你看 一个颜色要比新叶子 要比深一点 深一点 还有一个这个纹路 要比这个也是深一点 也脏掉了 对 也脏掉了 这是去年的叶子啊 这怎么采呢 这个尾巴呢 这个地上 这一摺就断掉了 一摺就断掉了 哦 一摺就断掉了 哦 咱就找这个大的呗 是吧 哦 这 一摺就掉了 那像这种呢 哦 就可以 哦 可以 就是你在采的时候啊 一定得小心路 因为这后面特别窄 只有这么窄 只能站下一只脚 如果你这 你投入的都采摘叶子了 然后脚下一滑 就滚下去了 若叶离开大山的时刻 就是乡亲们 增收致富的开始 安口乡许多留守老人 每年到这个季节 都会上山采摘若叶 卖给引兵 这八会儿大概多少斤啊 一百来斤啊 哦 这个 这八会儿就您一天采的量 觉得辛苦不辛苦啊 辛苦是辛苦啊 有钱这么就辛苦 辛苦一点要做得好 但能挣多少钱呀 一天500来块 每年能采几个月 每年是7月份开始到9月底吧 三个月吧 三个月 这三个月能有多少收入 三个月 不止两个吧 涨到六万来块钱 一年吧 涨不几万六万来块 我也挺高兴的 一年能在 再到这么多钱吧 买了车子 引兵没有成立协会之前 岁昌县有40多家 弱业加工小作坊 有老客户的 就卖给老客户 没老客户的 就只能等人上门收购 这各自为盈的现状 让岁昌的弱业既没名气 也没有稳定的收购市场 引兵深知全国弱业市场的缺口 也看到了产业的短板 市场缺叶子 村民缺买家 他决定要把这两头的空缺给衔接上 有了统一的市场 弱业不仅卖得好 还卖得多了 我们的统业本来卖两三块一斤 现在都五六块一斤了 这个是蝎叶子 那干叶子卖得二十块钱一斤 为什么干叶要比蝎叶卖得贵呢 蝎叶放不牢 举个例子 我们你这个栽叶 两天就没用了 就皱掉了 就会坏掉了 烘干之后 就是放个三年都好了 市场需求高 收益有保障 即使采摘若叶再辛苦 也能激发村民们的热情 你看他们 这一共有一百多斤是吧 对 要背多长时间呀 早上吧 资本上吧 五点来钟就到上了 到了晚上 三四点钟吧 要开始挑了 挑要挑多长时间 多少公里啊 路程远的地方 要挑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啊 所以啊 他们很辛苦啊 所以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神器 看 您这手别挡着 来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根这个杆 看 这杆直接戳到地上 能减轻它的重量 累的时候 就把它给执到地上 稍微歇一会儿 减轻点重量是吧 要不两个小时真受不了 每天回家这个肩膀 是不是都很疼啊 挑习惯了也一样的 2018年 尹兵联合了县里的 若叶合作社 带头成立了 全市首家若叶产业协会 团队成员现已超过200人 刚采摘的若叶清香四溢 经过分建加工后 再进行烘干 然后由协会统一销售配送 村民们在合作社 帮着分建加工 也能增加一些额外收入 每个月有三千左右吧 反正在家买四 在这里赚的钱也方便一点 四十元钱一百斤 那你这一天能绑多少斤 四至五百斤 那一天就能挣二百多块钱 在岁昌 除了小香薯和若叶 还有一种特产 就是猕猴桃 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上市的季节 大家好 我是猕猴桃爸爸 现在我的脆香猕猴桃 已经成熟了 我开始采摘 镜头前这位猕猴桃爸爸 罗七贤 已经72岁了 这个年龄玩直播 可真是够长的 他们说 你们不用这么累了 这么大年子了 我说我种起来了 这个就像我们带小孩一样的 我把只能我种了 我就要把它种好 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与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 但老罗接触猕猴桃种植 还是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2013年 老罗外出游玩 发现猕猴桃营养价值高 市场发展前景好 收入高 几番考察后 他看中了大峰岭的山澳里的一片荒地 一口气流转了八十亩土地 种上了猕猴桃 老罗说 真正开始种植后 他发现事情远比他想得复杂 2016年的2月 他发现 基地里有树干流出了绣红色的汁水 然而并未在意 谁曾想 这一大意直接导致20亩猕猴桃颗粒无收 后来他才知道 这是溃疡病 严重时会导致全原毁灭 溃疡病是什么样的病啊 溃疡病是一种细菌性的病 哦 就它会有什么样的状态 它是流那个黄水 它流到哪里 这个皮就坏到哪里 这么厉害啊 很厉害的 那这个病咱们怎么除啊 嗯 就是刚刚发生了 像这个地方发生了 一点点我们就把它从这里 这块皮把它剥掉 在头上防溃疡病的药 如果发生了很多的话 那干脆这里这一跤就把它剧掉了 哦那这棵树就废了 就废了 那等于说咱们在看护上面 要费很多的心思 对 我是每天我自己都要到 我不管夏日我都要来 每天都要整个火园看一遍 要来看 那个时候是刚刚发疗的时候 最会发这个溃疡病 达纳以后老罗就一心求学 但凡县里要组织猕猴桃种植培训 他都会积极报名 如今老罗已是岁昌县 猕猴桃界有名的土专家了 很多猕猴桃种植户遇到难题 都会第一时间请教他 像这种丑香 它是九月份成熟 现在我给你挑一个 好 来 好 尝一个 你包 这已经很软了 尝一口 尝一口 你也吃一个 我也尝试看 好吃 太甜了 我都不发张 怎么这么甜 真好吃 你看这个水 留到哪儿都是 而且入口化渣就一点渣都没有 对对 入到嘴里就化了的感觉 太好吃了 完全可以当果汁一样 都不用嚼 是的 就咽下去了 太好吃了 你也吃 好 你也吃一个 太好吃了 老罗说 这个猕猴桃的平均甜度超过18度 别看果子小小不起眼 在国家猕猴桃科技创新联盟2019年年会 即第二届全国猕猴桃品鉴会上 它的脆香品种 在包括四川云南等省份的237份样品中脱颖而出 获得最佳风味奖 老罗的猕猴桃打出了名气 自然也是赚得盘满钵满 喜悦的心情一余言了 我们跟着这个车一起到了这个老罗的家里 看看这漂亮的小楼 三层楼 你这个楼什么时候盖的 19年开始 19年开始的 三年了 盖起来有三年了 花了多少钱呀这个楼 花了六七十万 六七十万 都是这个种猕猴桃挣的钱吗 对对对 这生活可以 以前是什么样的 以前是土肥房 土肥房 那现在这生活环境改善了很多呀 现在生活条件我觉得很满意了 您这个猕猴桃真是致富果啊 是不是对您来说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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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invari得 дней 您现在供购买了很多人生活 ocaust 咱们考虑